肯定业者脸书的潜水影片看起来非常唯美 四年前虽然有学员潜水丧命 业者仍持续营业 私下了解经营权已经换人 当事教练面对二审判决出炉 低调不做回应 海巡人员紧急替女潜水客CPR 火苏送医抢救却仍然宣告不治 29岁的许姓女子当年3月拿到初级潜水证照 青春却停革在2020年11月21号下午 爸爸难以接受白法人送黑法人的噩耗 事发当天死者和男友一起去墾丁南湾潜水 却在教练一对一指导下意外溺水身亡 家属心碎对业者和教练共求偿792万 日前二审判决出炉 判决书写下死者从台北到墾丁 不能排除因为长途旅程身体疲劳 导致生前呛水引发事故的可能性 教练也无法预防这种情况发生 因此法官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免赔冤判 女儿的潜水表下前19分钟 那个氧气瓶的表是归礼 他是说他游在前面经过十几分钟后 发现没有看到我女儿 等转过头的时候我女儿已经浮上去 当时死者爸爸质疑业者有无疏失 现在判决出炉虽然全案人可上诉 但免赔的判决恐怕很难让家属接受 TVBS新闻叶凤达徐敦屏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